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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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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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沒事了 天爺 乖, 不要哭了 你別走, 他們打我的 天爺, 你要救我 好… 我知道了… 你要救我, 天爺 天爺 哥哥帶了你喜歡吃的東西給你吃 女兒 天爺 待會兒再吃, 先換衣服 二父… 我不想換衣服, 我要吃飯 天爺, 又不聽話 二父, 你先讓天爺吃飯 二父… 我要吃飯 天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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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爺, 慢慢吃 天爺,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為甚麼突然跑出去了 是喜姐姐帶我出去 之後呢?之後你怎麼樣 之後喜姐姐就跌倒了 那你知不知道是誰 你不如讓天爺慢慢吃吧 別嚇壞他 二父 除非我們先找出殺死喜鳥的兇手 不是天爺, 怎麼能不能出去呢? 天爺, 乖 天爺 告訴哥哥 到底是誰殺死喜鳥姐姐 你小心想想她的樣子是怎樣的 穿甚麼衣服 你想得出來 哥哥只能帶你回家 你一定要想想 哥哥這個人…他…穿… 穿甚麼? 天爺, 天爺這麼黑我看不清楚 天爺, 不要再逼她了 讓她先吃東西吧 沒事, 慢慢吃 給我…給我吧 天爺, 福哥幫你拿 天爺 天爺, 我不好吃 好, 那… 慢慢吃 你慢慢吃 天爺, 你在這裡吃 讓二父幫你換一件乾淨的衣服 我不想換衣服, 不會 天爺, 乖 聽二父說話, 先換一件乾淨的衣服 是呀, 我們邊吃邊換好不好 來… 聽話吧, 換衣服 來… 天爺 好了…你們要走了 這位大哥, 麻煩你, 讓我們再聊幾句 不行…時間到了, 你們快走吧 你不是說我可以回家嗎 天爺 誰說你能做的 天爺…你怎麼樣 天爺… 天爺…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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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爺… 走… 天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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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對當今皇上的兒子 這麼無禮粗暴 你派人後判你以下犯上之罪嗎 天爺… 是真的假的還不知道 天爺… 天爺… 你別怪我, 天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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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爺, 你乖乖地 天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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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發誓一定會帶你回家 那什麼時候 你快點 你幫我要算數 天爺… 你忍耐多一會兒 忍耐多一會兒 忍耐多一會兒 走… 天爺, 帶我回家, 天爺 你要乖乖地 天爺, 你帶我走 走吧 天爺… 天爺…你別騙我 天爺… 天爺… 天爺, 你要記住換衣服 天爺… 天爺, 你別騙我 走… 天爺, 你別騙我 天爺… 天爺, 天爺 天爺, 明天是王上給最後的限期 不知大人是否要 如期戴高天儀喜情盡經 但是, 性命難為 恐怕皇上不容大人一再抗命 過人生死 跟家國社職福祉比較 又算得是甚麼 大人 限期還有一天 公孫先生又何須長嘆 難道大人另有辦法 高天優殺死喜爵一案 恐怕個中令優忍情 值得探討 或許可以收封回路轉之效 大人認為高天優不是殺人兇手 好, 通常命案應有其動機 但是本府實在看不出 高天優他究竟有甚麼理由 非殺喜爵不可 大人的意思 包原這個丫頭 平日總是惹是生非 今天她應該要做些事才行 包小姐, 我是鳳包大人 也就是我三叔之名 有事要問高天優 快帶我進去見他 是 包小姐, 請 天優, 你在這裡幹甚麼 包小姐, 包小姐, 包小姐 包小姐, 包小姐, 你幫我 看看, 姐姐帶了一些 好吃的東西給你吃 包小姐, 這是甚麼 我帶了很多 好吃的點心給你 真的嗎 天優, 你剛才在這裡幹甚麼 我...我去換衣服 來, 姐姐替你換 好 天優, 這裡藏上甚麼東西 不知道, 是喜爵雀給我的 喜爵雀?是甚麼 我也不知道, 她說是我的 是你的東西你也不知道是甚麼 姐姐, 給你看看 你吃甚麼 你吃甚麼 你吃這些東西 你不覺得好笑嗎 雷仔, 雷仔才會穿肚兜的 何況還是這麼小的, 誰適合 天優, 這個肚兜真的很漂亮 一定是很貴的 喜爵雀怎麼會有這麼貴重的東西呢 而且還說是你的 你不覺得奇怪嗎 我也不知道 問你甚麼都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嘛 天優, 姐姐知道你沒殺到喜爵雀的 那你告訴姐姐是誰殺喜爵雀的 想不想到呢 想到沒有, 快點說 那個人會飛的 甚麼?會飛 兇手會飛 大人 大人, 高天優說的 是不是指輕功了得的人 有可能 我想一定是 那個天優像個小孩子 在他眼中施展輕功 那就會變成飛了 對了, 有一件事真可笑的 天優說喜爵送給他的 龍鳳圖兜? 好, 那就奇怪 這個兔兜怎麼會在喜爵那裡呢 喜爵說這個兔兜是天優的 不過不是我說的 是喜爵說給天優知道的 大人 這件事 的確令人廢戒 上當初本府和王夫人 相對這件龍鳳圖兜 他不肯 可見這件兜兜對他很重要 這麼重要的物件 怎麼會落在喜爵的手上呢 而且還心地被殺 會不會是喜爵偷了這件兜兜呢 是, 也可能不是 三叔, 你這麼說我真的不明白了 如果像你這麼說 這兜兜是喜爵偷的 他怎麼會交給高天優呢 而且還說是天優的 那倒是呀, 沒理由的 公孫先生, 請你安排一下 本府要親自去問一下高天優 你…三叔, 你… 我贏了 甚麼?是我三叔故意讓你 我贏了 真的嗎?那再抓一個 不是, 是你贏了 贏了以後糖吃 一粒, 兩粒, 三粒, 四粒 你不是說贏了一個人 可以吃三粒糖嗎 你多給我一粒, 還給你 好… 大人, 天優, 你真誠實 娘說要誠實 好孩子不說謊 請你吃一粒 謝謝 那我呢? 給你一粒 謝謝 謝謝 我們三個人一人一粒 你吃不吃? 不用了, 我的鴨不好, 你吃吧 謝謝 謝謝 三叔, 你特地安排跟高天優下棋 又故意讓他贏你 你是不是想試試他的性情 沒錯, 天優他心地善良 亦很誠實, 的確難得 那就是說, 你想勝天優 不是殺人兇手 那你還快點放了他 說話不可以這麼說 起床的命案 畢竟是屬於地方官管轄 但憑這個理由 還沒足以釋放高天優 那怎麼辦? 還需要其他證據才行 大人決定放了高天優 下官疏忽了甚麼呢 其請大人指證 不是 本府是看到空氣 推測殺死喜俗的兇手 不是高天優 你看, 劍兵上面的圖案 這是太極圖 大人的意思是 這把劍應該屬於道家所有的 下官太操心了 為甚麼先頭沒有發現呢 還有, 聽說高天優力大無窮 如果真的這樣 他要殺人 又何須大廢奏將使用空氣呢 尤其是還特地去找這一把 上面雕刻了太極圖形的長劍 行兇殺人之後 還滯留在現場虎屍痛哭 豈不是有為情理 說得對嗎? 根據高天優所說 殺死喜俗的兇手 是個武功高強之人 本府推測 這個人極有可能是 有著戒興功的迫歸召 大人的意思是 公孫先生有沒有釣過魚呢 沒有 通常釣魚的人 都希望可以釣到大魚 如果可以用小魚換大魚 又何樂而不為 學生明白了 大人果然高明 本府只是大膽假切 還需要小心求證 展護衛 是 屬下在 你馬上調查 財州所有道販 清查香火捐款的人 是不是有高水這個人 屬下馬上就去 大人, 高天儀 相告皇上拋妻棄子一晚 學生擔心無處著手查證真偽 大人能夠在如此原味的佈局之中 找到線索 真是令學生佩服之志 但願展護衛這次能夠有所收穫 否則皇上五天的限期已經逼近 就算本府是有所懷疑 也擋不住皇上和太后的趨迫 老爺、夫人…二少爺回來了 娘, 天爺, 我回來了 天佑 天爺, 你回來了 太好了 天爺, 你回來了 太好了 來, 給娘娘看看 天佑, 你瘦了 娘, 你瘦了 來…你哥哥看看 天爺, 我告訴你 天爺… 天爺, 我回來了 好, 回來了, 娘 天爺 天爺, 你是誰 你回來了 是誰 就是那個…那個…明黑黑的伯伯 包大人果然明不虛傳, 明察秋毫 天爺 天爺, 讓我進來書房 來 好 師父 的東西呢? 怎麼看? 起著教給你那些東西 是不是這些? 二方, 我不敢了… 你剩下的廢物 你知不知道你差點壞了我的大事? 你… 二方, 我不敢了 還有異口 高水 天佑…不用怕… 娘… 高水, 你答應過我 不會再傷害天佑, 你忘記了 你也別忘記你答應過我的事 要不然… 娘 娘… 你將會永遠都看不到她 天佑, 不用怕… 沒事了 不用怕 帶天佑下去衝回我娘 趕走那混蛋吧 天佑, 起來…我們出去吧 乖 恭喜老爺, 龍鳳土兜, 失以奉得 暴黑子國精明 她怎麼可能會輕易把天佑放回來 我想她另有所逃 我們不可不覺 不和也亡須過濾 皇上給她的五日限期快到 讓她也不敢擴展 趕天佑進京城 她的太子之路 勢必水道渠盛 道長, 你就充滿信心 可是我非常擔心 為甚麼這麼說 龍鳳土兜雖然失誤不得 可是誰知道 包青天知道土兜在天佑的手上 故意還給我 老爺, 你的意思是 傳聞這個包黑以明察秋毫 所謂秋毫這兩個字 是指他官知入面 能察之所不能察 不可不放 老爺說得對 道長, 胡說起著的死 你有沒有留下任何的蛛絲馬跡 道長, 我…沒有那把劍 對不起, 貧道知道就是這麼多 謝謝道長 請問道長, 這裡附近的長沒道館 貧道不清楚 謝謝道長, 請問 出發 草民見過包大人公孫先生 那個老爺勉禮 謝謝大人 這些都是當地的土產 誤成敬意, 希望包大人收了它 那個老爺的心意本父心領得了 草民久聞包大人自奉青年 亦知不應如此 但包大人對草民的小兒天佑 有救命之恩 草民感激之餘 實在不知道應該如何逃報 本府不過是盡一己之責 還天下無孤者之清白 高老爺不用放在心裡, 請坐 謝謝包大人 請問大人, 是不是已經查到真兇 本府正為此事休犯 這樣看來真兇現在還逍遙法外 是嗎?本府只能判定高天佑不知殺人 但是殺害喜爵的兇手 心思太過精密, 並沒有留下線索 高老爺今天來得對 喜爵是你府上的人 不知道高老爺知不知道 喜爵有沒有跟人結下仇怨 所以招來殺身之禍 不知高老爺知不知道 喜爵有沒有跟人結下仇怨 所以招來殺身之禍 不知之禍, 應該也沒有 豈有為人乖巧, 性情溫和 據草民所知, 並無仇家 不過… 高老爺是不是想到甚麼 不過有時候手腳不太乾淨 你是說他有偷偷的習慣 他試過幾次偷的東西 不過草民看在他平日做事勤力 並無重責 高老爺, 喜爵被殺當晚 府上有沒有不見了甚麼貴重的物品 又沒有 難道…豹大人在喜爵身上 發熱袋甚麼? 這樣也沒有 高老爺, 本府聽聞你樂善好詩 令人敬佩 哪有 尤其是你修養了天佑 天佑他心地善良 但心智只是蟹通 難得府上、上、上、下、下都這麼愛惜他 高老爺能夠這樣善待他人的兒子 的確是令人敬佩 不敢… 但不知道當年高老爺是在甚麼情形之下修養天佑 佛家說, 恩怨莫測 或許是我和天佑這個小朋友有緣 當年在大水過後 我在塞州的河邊撿到他 當時的天佑都臉色蒼白 當時我帶他回家 道長, 你回來了 道長 , 不是, 不敢同心 就也可以我 師父… 打 付新疮 走 別跑 別跑 豐高敏燥, 小心火中 大人, 指護衛求見, 快請進來 大人 指護衛免來有沒有收獲? 屬下尋訪蔡州境內的大小道觀 找到一座位於深山的道觀 可惜… 可惜甚麼? 可惜屬下遲早一步 道觀上下所有道士 全部慘中滅後 展護衛是否找到那間道觀 和高水之間有甚麼關係呢? 無法證實 因為山門石柱 已經被人用耐力振衛 只是依稀看到, 刻著捐獻而至 至於人命就化為粉碎, 無法變變 大人, 屬下令你失望 展護衛無需自責 這次收獲, 本府已經很滿意 大人 真假王子一案 和喜著的死你已經有所牽連 但是又找不到破綻 就像獵人找不到獵物一樣 指護衛此行 雖然沒有將獵物擒獲 但是就找到了獵物的宗跡物 如果行兇者不是心虛 怎麼會大開殺戒 又何必毀壞出資捐獻山門者的性命 雖然這樣還沒證明到 高水的主導出案 但是至少證明本府所而游利 那樣看來 高水這個人是有值得深究之處 包黑子果然厲害 居然能夠尋善找到道長 先前遷收的道館 真是不能低估 看來我一心一意要將天爺 推上皇帝的籠椅 必須要步步為應 否則就功虧一跪 包黑子固然不可以輕時 但是貧道在宮中所經營的人際關係 就足夠跟他對抗 我不相信他可以力玩狂難 既然如此 那包黑子為甚麼還一再唯空性命 每次都不肯大天爺入京 面見皇上和太后呢? 老爺放心, 貧道現在入京一堂 我就不相信包黑子不要自己的命 道長, 你說的都是真的? 回太后, 貧道所言居居屬身 這個包青也太視义妄為了 他屢次違抗性意 就是不肯帶哀家的皇孫入京 究竟為甚麼? 包大人功在朝廷 兼萬民之勇大 難免一意孤行 或者他另有打算 哀家不明白道長的意思 包大人忠心耿耿, 沒人不知 所以貧道實在不敢妄加揣測 不要緊, 說來聽聽 我不會怪你就可以了 謝太后, 貧道聽聞, 宮中大臣 有人正在這裡策動一項計劃 企圖說服皇上 在諸親王中另選立處 或者這個包大人 就是其中一個都說不定的 真是豈有此理 皇上又不是沒有子智 是, 勢不大廢周章 在親王之中另選皇柱 致皇上血脈於不顧 那倒是呀, 太后 貧道恐怕其中另有陰謀 外界只要在這裡一天 就不會任由這件事發生 這件事發生了 參見太師 公公不願意 謝太師 太師, 有話想跟你說 請 榮祥, 甚麼事這麼神秘 回太師 聽說包大人在葉縣的時候 違抗八王爺的金牌 不肯把高天儀帶來驚屍 為了這樣, 皇太后他非常不滿意 真有其事 確有其事 奴婢對耳朵聽得清清楚楚 好 不過太師, 奴婢之見 這是一個好機會 為甚麼 太師可以自動請櫻 去吹吹那個包大人 老夫為甚麼要去吹他 最好那個包大人 永遠都不要把高天儀帶入京 雖然這樣 但是高天儀要回京師 的確是遲早的事 公公這樣說 只是叫老夫去業縣 為的是... 太師, 如果你不去 那高天儀來京師是遲早的事 但是如果你去的話 那高天儀就有可能來不了京師 太師, 你說呢 好主意 永遠 好主意 謝太師 太師怎麼會知道 包拯並未遵照朕的旨意 帶高天儀喜情入京 回皇上 老臣有一個朋友世居才奏 業縣居民都在這裡傳說 當地出了一個真命王子 到處議論紛紛 所以老臣得知 那個包拯至今 還沒有喜情入京的打算 豈有此理 包拯拯 朕請八王爺親自遞送的金牌 已經犯了為止抗命之罪 朕從八王爺之請 又寬容他五日的期限 他竟然置之不理 皇上請釋路 那個包拯一向像太后的信任已自從 違抗性意又不是第一次 皇上身是朝廷和百姓之福祉 千萬不要因此而動怒 小心農體 母后自從知道王子出現在業縣 時刻也想隨時相見 老臣斗膽請應 願代皇上、太后 親父業縣傳達王命 大人 大人 龐太師奉皇上指以下第二道金牌 請大人借一帶高天儀入京 快請 是 包拯, 接旨 萬歲…萬萬歲 萬歲 萬歲 萬萬歲 萬萬歲 好, 多, 回歸 包拯 straighten 看見 真是給老夫面子了 老夫還擔心包大人會拒接金牌 本府豈敢有為勝義 實在是迫不得已 照你這麼說 包大人還是懷疑高天儀 並非是真或辭 是真是打, 如今總難以判斷 所以本府要爭取更多的時間 以便長家差跡 包大人的顧慮也對 假如高天儀全心無充真王子 其背後的陰謀實在可怕 萬一忍樂入室, 亂了朝江 那我大宋江山勢必岌岌可危 後果不堪切相 太師放拾, 只要包請一天在 決不容許任何人毅開朝廷 好, 有包大人這句話 老夫就放心了 太師旅途勞頓, 請先客休息 江朝馬漢 在 帶太師去西商房休息 是, 太師請 大人, 明天早上大人是否真的要啟程入境 情勢逼人, 只有見一步, 嚇一步 但願在查獲王子之前 能夠查清事實真相 本府於怨足矣 大人, 學生還有點擔心 請說 上次高天儀遇遇遇事件 學生一直緊緊於懷 學生擔心有人想置他於死地 這件事的背後一定有內情 高瑞一直保護著高天儀 甚至不准他出家門一步 由此可見 這件事絕非高天儀的私人人緣 如果本府沒有猜錯 或許是有人 只擔心高天儀就是王子 不願意見到他入主東宮 但是…這個人會是誰呢 楊三, 知道應該怎麼做了嗎 小人知道 老夫這次親自來到 主要是想見下那個高天儀 這個不知是哪兒捐出來的野種 竟然這樣自稱是當今聖上的兒子 皇上捐還要召他入京 太師放心, 屬下保證 不會讓高天儀見到皇上的 這樣就好了 好消息…真是大好的消息 義父, 有甚麼事這麼高興 月牙府已經派人來通知了 包克子明早早就來接你 準備起程, 進京臉城 是真的嗎? 娘…你聽到嗎? 我終於可以見到我爹了 我終於可以見到他了 娘…天優…我終於可以見到我爹了 我很快就可以見到我爹了 是真的嗎?那你帶我去見你爹吧 你不能去 為甚麼? 因為天儀去見的不是普通人 是當今的皇上, 是皇上 那…為甚麼?天儀他能去, 我就不能去 因為天儀是皇上的兒子 皇上的兒子是天儀 你不是…你不是 高伯 娘 天優 天優, 跟娘進去 但是…娘, 我想跟天儀去見她爹 乖了, 來, 天優聽話 走吧 我想跟天儀去見她爹 乖了, 聽話 來, 進去吧 天優 乖了, 我也要去見 天優 天優 義父 天優, 義父知道你跟天優手足情深 但是你未來是要做皇帝的人 有些事必須要犧牲 將來你要照顧的是千萬百姓 你不能經常牽著天優酒 你明白嗎? 這麼多年以來, 義父苦心栽培你 等的就是有這樣的一日 天儀 從今天開始 你的一生將會有很大的改變 你要面對的是皇上 面對的是文武百官 他們也在看著你 是否有能力擔當得起治國的大任 你絕不可以令皇上失望 也不可以令你娘失望 我知道了, 義父 我也不會辜負你的交道 不會令你失望 好…太好了 天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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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優 天優 不可能 先天優 天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